李显龙总理表示我国正迈向与冠病共存的目标 但还没完全的脱离险境 总理也说我国必须确保医疗系统继续的保持韧性 强化公共卫生事件应对能力 以及维护国人的高度信任 以做好准备应对未来 李显龙总理在新加坡中央医院举办的晚宴上发表讲话时说 在我国抗击疫情过程中 坚韧的医疗系统、有效的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措施 公众对医疗系统以及对政府和彼此的高度信任都起到关键作用 李总理也指出未来将出现X疾病 一种新的传染力高、杀伤力大 而且容易发生变异的病原体 我国必须做好应对的准备 总理在活动上也为中央医院出版的新书 主持推荐 新书记录了中央医院前线医护人员的抗疫经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